叫做香港未講完 陳啟宗主要是昨天有一個峰會舉行了 香港發展論壇 香港發展論壇 我們當學生的時候他已經在搞 那時候他很喜歡找誰 689 還有馮英倫 順便還有一大堆商家佬 一堆的糧粉 那時候也有劉頂章 其實都是來來去去的那班人 還有就是那個在港大的副校長 王于漸 今天就說一句說話都幾爆 主要不是說 他一開始不是說想說香港的高官 那就是他搞香港發展論壇 顧名思義 都要講一下前面的路怎麼走 因為陳啟宗雖然他現在退休 將行動交給自己的兒子 那現在呢 他現在就多時間可以說話 吹下水 那他今天呢 最大的焦點就是 香港今時今日呢 其實現在的經濟 如果你說九七年 九七年經濟興旺的情況 不再持續 這個就是違反主旋律 違反主旋律是什麼 主旋律就是由自及興 九七年就是什麼時候 回歸之前 回歸之前很多貪污 回歸之前 有金手指 有追龍 有金手指 然後有追龍 然後還有現在準備開拍 那套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郭富城 和劉德華以前做的 風在喜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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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前傳 我之前講的那套 那個叫韓戰 韓戰啊 韓戰前傳就是要講 MI6亂講 香港就是搞權鬥 在那裡清除異己 這個你知是 共產黨的主旋律 在電影裡面看到的 九七之前 是髒話話的 而且呢 這個政治部 打壓人權 言論自由 應該是這樣的 陳啟宗現在竟然說 九七之前 興旺情況不可持續 香港人不應該活在那個 輝煌歷史 而看到香港部分的港官 議員 那些委員會 他不知道講什麼 港府委員會 港府委員會 是什麼人呢 主要 直接去委任的 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行政會議成員 見完那些人之後 就是一河眼淚 應該說一河眼淚 一河眼淚 比較少 他說不用指望 那些人有什麼見地 主要 其實他一開始支持的時候 已經說了 九七年 九七前 就不可以持續 不應該活在 輝煌歷史 加上疫情 社會動盪 中美關係不好 其實中美關係不好 才最糟糕 香港依賴樓市的問題 這些問題不行了 不可以持續了 要想新出路了 然後呢 他們說到 什麼人口老化 現在優勢 和未來的方向 等等的問題 就充滿熱烈討論 那通常呢 建制派 大家都愛國 只是一把聲音 每個人都說 很好 很好 一邊都是這樣說話 那是由自給興的 每個人都說 對 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 這個會議裡 這個峰會裡 竟然充滿了火藥味 首先 主要是被針對人士 就是港大副校長王于漸 黃于漸 其實以前是老董的眾神 可以叫做 那些什麼 智囊 那些很喜歡 用他 去講人口問題 和房屋問題 解決香港人口 就是房屋問題 大佬就是黃于漸 以前我聽聽 阿Q仔 他經常都引用黃于漸的說法 黃于漸就說 這個就是基本問題來的 是人口老化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但是現在呢 政府還沒有解決到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或者相關的措施 很難發展新的經濟範疇 這樣說 但又不是 林恆子 早十年前 已經是說 要參考日本 搞銀發科技經濟 現在大陸那邊 我看到 《產經新聞》都在研究這件事 你說這些問題是沒有錯的 所以 就是一個糧粉 叫張志剛 那個很醜的張志剛 就問他 那你有什麼高見 鬼不知道 媽媽是女人嗎 人口問題 說了很多年 那你有什麼高見 然後黃于漸 又是說那些 四平八穩的答案 就是吸移民 放寬入境 特別是年輕一代 今天都有繼續做下去 那不是說 城巴就去請二十個 巴士司機外勞嗎 現在是說年輕一代 外勞就不是 那你找到那些外勞的話 那我支持 巴士司機也是 年輕力壯 那現在開始 其實現在你搞了外勞 我就覺得 那些活在舒適的香港人 原本不是很想走 還覺得是舒適的香港人 都掉了心水 哎 真是不能住人了 現在那個工資 漸漸你就會看到 一定是會的 那你樓價上面 樓價的差距 會漸漸扯平 嗯 之後下來 你還有四方八面 不同的行業 都有外勞的問題 那人工呢 也都會跟隨著扯平 這個你是可以看到的 社會政策 政治氣氛 言論自由 全部都扯平 就沒有一國兩制可以 那你個個都說 你香港貴是貴在 你和大陸不同的 那些 premium 那你現在還是很貴 那你現在還是很貴 那一刻才難頂的 然後你還要走數 大陸都沒有那麼誇張 大陸都沒有那麼痴善 那些你去做 都有網友跟他說 廣州早兩年就已經走數了 不過人家是慢慢做的 例如他只是針對這個飲館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刀切 搞到大家都要做獨孤求拜 是啊 是啊 不會這樣的 然後張志剛就問 那你有什麼高見 怎樣增加具體人口問題 你剛才說 所謂外勞 外勞 其實死得更快 其實我覺得你寧願吸外勞 你說吸外面的人 還是留住香港的人 其實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 延微之急 就是怎樣禁止 或者怎樣 怎樣 怎樣阻止那些人走出去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留不到 留不到 他又跟你鬥氣 他又不想留住你 第二是說 你香港現在面對的問題 以前越成功的人 現在就越折墮 在這樣的環境下 我還有一筆錢在那 那我當然就走了 可以走就走了 那張志剛就說 那問題是沒有太多人肯來 就算你來香港讀書 那些大陸學生 那樣 只有少數人願意留在香港工作 那行機的執董 和首席財務總監 馮孝忠也說 我又想挑機了 校長 外地人來香港 很難擺脫從事金融 IT 這些可以找夠租的行業 因為你要找夠租 你才會留在那裡 因為現在的租金很貴 什麼都還是 有才能的人 在香港如果不是這些行業 就沒辦法留下 那現在就 你剛才說了 就不只是這些行業 外奴就可以了 外奴就不用找夠租 外奴直接請 提供出社給他們 不是啊 馮同學的說法 是公投請外奴回來 然後扣起那幫外奴的糧 做自己第二份收入 又或者 又或者這樣做 其實他請外奴 然後他不提供宿舍也可以 其實他們的外奴主要在北區 接下來的建築工人 我可以預計一下 告訴大家 建築工人最大的需求 其實就是在北區大都會 北區都會計劃 裡面是要請大量的人 而這幫請大量的人 因為 他開工的地方 又跟深圳很淋靠 那不就直接住在深圳 那不就直接住在深圳 最後就直接住在深圳 所以就不需要在香港住屋 這一群人 所以你不要以為那些建築工人 發財 大把工開 不是的 反而那些人 你也是的 如果你突然間說開工 同一時間開工 其實真的無法 fulfill 你現在 紮鐵工人 只不過是一定身 遲些就不止紮鐵工人 是很多不同的工種 建築工種 都會請大陸人 甚至乎 漸漸會成為主流 漸漸成為主流 那你沒辦法 你萬五元要請紮鐵工人 你要騙到價錢是這樣 他已經找到一條路 政府不追究就可以了 政府不追究以後 就變成是常態 政府也主動不會追究 現在只剩政府的工作可以做 政府自己也想押價 因為他就是始作勇者 所以走到這一步 我告訴大家 他繼續說什麼 他說人口政策很複雜 黃尹漸回應被人圍攻 人口政策很複雜 但我們都要制定具體目標 然後才有相關配套 鬼不知是媽女人 他說最重要是確實的行動 香港人來來去去都只有幾把聲 不是馮孝宗 就是陳啟宗 說了很久都沒有人聽 因為我們只不過在這裡吹水 陳啟宗就說 香港有低稅率、法制、資訊、自由度 都相較內地其他城市高的優勢 這些是不是還是優勢呢 甚至乎這些優勢已經不好呢 所以 香港要和內地討論哪些需要融合 哪些需要保持兩制 民間和政府互相配合 才要尋找出路 這個是浪費 香港本身是一國兩制 行了一國兩制24年 其實都不靜止 以前就已經是 24年 然後你才再討論哪些要融合 哪些要保持兩制 是不是 這是九五八八 他又說 看到部分 香港政府委員會的成員 我不知道說什麼 什麼香港委員會 說的是香港政府的諮詢機構 諮詢機構 特首政策組 特首政策組也是那些朋友 說什麼阿黃什麼 甚至記不記得今年年頭的那份施政報告 李家超就狂開那些什麼什麼辦公室 你說的那些委員會 這些辦公室都是來的 主要就是行政會議成員 葉劉 湯家驊 那些人 你還會看到那些什麼陳青橋鄭茂治 這班有八十多歐的 都還可以坐在這些地方 黃元山 來來去黃元山 又是自己有 整班人都是自己有 所以你說 然後他還覺得自己很好 純粹是因為政府官員不聽他們說 見完政府委任官員之後 那些委員之後 看完之後一行眼淚 真是很難看到那些人有什麼新建地 這就不是說他們那些人沒有了道 其實那些人可能都有建地 問題就是說 你有了國安岩細胞 對不對 你有了國安岩細胞 其實那些人都不用想 沒有得自己想 首先 現在不同於以前的了 現在首先 你要等領導人說什麼 領導人說完話之後 那些背份大的 好像劉紹佳那些人 就會爭相解讀 以前劉紹佳一個人說 現在不正止的 劉紹佳以外 就多了一個盧文端 盧文端 劉紹佳 這些背份比較高的人 就會爭相當大祭司 做完大祭司 然後靈一出文 然後敲定為主算率 然後特首才有五點領會 其實這些就是夏寶龍所說的靈起點 因為以前說做大祭司的人 就是陳啟宗他自己 以前說商界主導 人人都可以做大祭司 人人在上面都有條線 現在可能要先揣摩 首先就是要 你現在不需要這麼多的板塊 以前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有泛民主派 你要跟泛民主派競逐有不同的板塊 很多元化 現在就不是 現在呢 一錘定音很多東西都是 直接聽夏寶龍講 夏寶龍講完之後 國情學習班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夏寶龍講話精神 五個指示 然後首先 不是 現在是特首走出來 我怕了你們這些大祭司 首先我第二天就講五點領會 他自己就做大祭司 雖然他自己說的是廢話 但是他自己定一調 他先劃多個圈給自己 去走棧 你的祭司不要過來 神權社會這樣 現在好像是 你見到個個嚴必夏寶龍 或者是習近平 你見到個個嚴必夏寶龍